在近代的戰場上 我們可以看最近的報導 這個世界各國有能力的大國 無人飛機的使用頻率是越來越高了 因為除了方便好用之外 最大的一個好處就是不用擔心 賠上飛行員的性命 但是問題來了 你自己飛行員的性命是無餘 安全無憂 但是你可能取了很多其他人的性命 所以就像根據新聞報導 而且是美國的媒體自己報的料 解密了一個美國司法部的文件 結果美國他們自己是承認 就是如果只要懷疑 你這個對象有可能危害到國家安全的話 也省都不用省了 先宰了再說 這樣子一出來當然就引起爭議 但是美國的白宮還是堅持 這樣子的一個行為是對的 所以光是無人飛機 飛去那邊戰場上去殺敵人 美國現在至少就已經因此 殺了四名美國人的性命 這樣當然會引起很大的爭議 所以要問這個紀文 雄威沒錯 這幾年其實美國人運用無人機 在特別是非洲和中東 還有巴西斯坦這 用了很多無人機 特別是角默滅恐怖分子 就是要滅口就對了 包括賓拉登 其實它的死和無人機有關係 也有關係 因為被無人機一直監控很久 那這幾年從過去三年來 我們看每年都有一些新聞指出 美軍的無人機 誤轟這個什麼 巴西斯坦的這個檢查哨啊 或者夜門的一些這個 不明建築 結果炸 他要攻擊 攻擊的目標炸了 可是附帶一些貧民 甚至有軍也很多死亡 所以就掀起像巴西斯坦 夜門等等高度的抗議 其實無人機對美軍來講 是一個很方便很有效的攻擊力氣 不過如果說毫無管制 他可能會變一個失控的武器 我怎麼說 他的後果很可怕 我們知道有效的攻擊手段 其實基本上要四個步驟 第一個偵查 第二個發現 第三個識別 第四個在攻擊 這是一個很慣常的攻擊程序 你一定要確定你的對象是誰啊 不然你真的就傷及無辜 可是無人機避免 不可避免 他還是機器 冷冰冰的機器 最重要他沒有自主性 譬如說他沒有辦法去這個進行 對目標進行分析判斷 他只能根據你給他的指令 按照指令赤裸的攻擊 所以常常會有物擊的可能 第二個他沒有這個 他不像人那麼聰明 我們當然說派飛機去 可能飛機員可能會被 被擊傷或擊落 對 有冒一定風險 可是無人機呢 雖然沒有飛機員 可是他這個不經思考 毫無限制的這個轟炸 他所帶來附帶的這個損傷 可能比有人飛機更高 譬如說我們都知道 一個有經驗的警察 看到一個人他就知道善和惡 為什麼 因為他的經驗 他有判斷能力 可是無人機就整個運作來講 逃不上的機制 這個呢就是呢 未來在戰場上面 可能會一直不斷出現的一個爭議 因為呢 無人機真的是太好用 不只美國 英國也都要用 但是呢 剛剛講到美國 其實我們一直說 美國真的是很忙 他自己認為是世界的警察 所以在全世界各個地方 都有軍事駐點 都要打仗 現在要反恐 反恐又反不完怎麼辦 就只好一直加人 所以就有這個報道在那邊戲稱 說這個CIA 這些探員 現在不是在保衛自己國家安全 現在好像各個都變成殺人高手 是這樣嗎 瑞德哥 對 雄威你要知道 以前以色列用無人機 進行這個攻擊任務的時候呢 那全世界是交相指責啊 對啊 因為這有道德的問題嘛 有國際倫理的問題嘛 還有物極的問題 物商平民的問題嘛 那美國一開始是沒有那麼支持的 可是在911事件發生了以後 美國打著反恐的明目 大舉的利用這個無人機 然後呢 尤其是2008年以後 到現在四五年之間啊 大量的無人機執行任務 大概最近啊 每三天就執行一次 每三天就飛一次 對 他不僅僅是單純的 把前方的情報狀況影像傳回來 他要攻擊 還要進行進攻 那攻擊的話就是不留火口 不留火口那就很可怕了 對啊 所以呢 如果 比如說在拘殺賓拉登 拘殺誰啦 派無人機去偵查 比如說在擊斃這個神學士的首領 對不對 然後派這個 這個 2萬英尺的高空 然後鎖定了以後呢 就炸下去 這是OK的任務 哦 可是在夜門也發生過一次 無人機炸的一個失誤的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鎖定了的確是 恐怖分子的首腦人物 對啊 鎖定了 從天空 飛彈兩枚打下來 OK對不對 OK啊 飛走了 第一枚飛彈沒有炸到他的車子 炸到他車子的後面 哇 他被他逃掉了 有誤差了 他緊接著第二枚的飛彈下來的時候 炸到緊跟著他後面的中型巴士 哇 中型巴士裡面的十幾個人都死亡 裡面還有三名兒童 無人飛機他也不是那麼厲害的 無人飛機也不是我一出洞抓到 然後就打不是 CIA因為在這個911事件的時候呢 沒有辦法精準的第一時間掌握這個情報 所以呢被指邀箱指責 所以大舉在海外的情報部分 用這個東西 用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財博動人心 為什麼 錢啊 用錢 收買 好搞定啊 在伊拉克因為現在比較平靜了 可是在阿富汗巴基斯坦這附近 現在很多的包括神學士 包括很多恐怖分子的 蓋達組織 都在這個地方躲藏 被掩護的很好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呢 他就用錢 大舉的收買當地的原住民 那當地原住民我收買你幹什麼呢 提供我情報 他有一個叫做Omega小組 Omega小組就是穿得好像平民對不對 然後秘密的跟著這些當地的原住民去確認 確認了以後 對 那確認不夠 必須把它的坐標 必須用紅外線來導引 所以呢必須偷裝東西或對準東西 甚至於如果能夠在對方的手機裡面 給他晶片裡面做手夾SIM卡 裝進去是最好 哇就定位了 要不然就在他身上的衣庫 或是隨身的衣物 或是建築物上面給他做 這個紅外線的這個導引系統 那麼無人飛飛到上空坐標對了 他就砰就下來了 那麼他可以看到什麼程度呢 像擊斃這個神學士首領那一次 從天空可以看到 從2萬英尺的天空可以直接看到 確認這個神學士的手腦呢 跟他在他岳父家裡面 窗戶看得到 他正在接受那個醫生在幫他治療 牙齒 哇這樣都看得到 確認了 傳回來 2分鐘之後呢 就下來了 可是問題就來了 有問題就是 因為他的飛彈 他只負責執行命令 他不是要申請活口 所以一旦下來了以後呢 除了這個神學士的手腦之外 屋內包括他的太太 岳父 鄰居朋友十幾個人全都掛了 所以無人飛機就有這樣的問題 但是無人飛機也不是無往不利哦 真的 美國曾經有一次在執行任務的時候 發生那個事情 所以不小心掉到伊朗境衛 就掉到那邊去了 伊朗擄獲這個 擄獲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以後呢 伊朗的科學家也不是蓋的 立刻打開 然後有一天發現 美國的無人飛機飛過的時候 就在下面操縱 讓那個飛機自己降落下來 成功的擄獲這個美國的無人飛機 而現在美國正向伊朗要求 還給他們這些 自己降落被動手腳的無人飛機 真的是還蠻離...